三叉神经一般人对它可能很陌生 但是当三叉神经痛发生时 却让人完全无法忽略它的存在 脑神经总共有12对 那第五对叫做三叉神经 它这是脑神经12对里面最大的一条脑神经 那三叉神经又分成三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在额头 第二个分支在脸颊 第三个分支在下巴 下额的部分 那如果是损伤的是第二分支 造成的三叉神经痛可能就是在脸颊这一边 如果是第三分支是在下额这一边 那跟牙齿的位置是很接近 三叉神经痛虽然常跟牙痛搞混 其实只要了解病因就能分辨清楚 在神经痛来讲三叉神经痛 它通常会痛的一个特征是 它是来得很短然后很突发的 那比如说几秒钟或者几分钟 那它有可能是在这个部位 比如说第二分支第三分支的部位 它会有像电道的感觉 或者是刺痛或者是灼热等等 那一下就来 那这个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 那有可能会有某些因素会诱发 比如说摸到某些疼痛的点 刺激到神经或者是举嚼 吃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脸等等 这些原因有可能会让它特别容易出现 那在牙痛的部分呢 也有可能是通在刚才讲上排或下排牙齿 那比较不会有像这样子 震发性的突发性的短触性的电道的这种感觉 特征上是比较不同 那也比较不会有所谓这个 比如说在某些位置触觉会诱发的 牙痛是比较不会这样子 前一阵子彭小姐突然感觉剧烈牙痛 但却牙科检查却没问题 于是牙医师建议她到神经医学科就诊 现在刚开始治疗 那因为这个神经痛一般 它是像这样子刺痛电道一样 我们开的药物 针对这个神经痛抗癫痫的 如果有改善 疼痛有减少 那大概就是偏向于三大神经痛没有错 那如果确定是三大神经痛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药物要服用 继续长期的使用 要规则使用来达到这个抗癫痫药物 对于这个神经痛的抑制的效果 那要持续的控制 不要让她神经痛越来越严重 不然会影响日常生活很大 好 那我再帮你安排 转介到我们中医师这边 做神经痛的治疗 谢谢那麻烦你 好 不会 缓解疼痛是中医的强项 因此彭小姐也同步接受中医治疗 以中西医合制的方式来减轻疼痛感 中医的说法三大神经痛一般都是先体虚 所以造成头面部的经络有风鞋流至的关系 就是有一些病毒神经的侵犯 那么所以我们治疗上面还是以疏通 让你的局部的气血循环更好 利用针究的方式来帮你增加局部的气血循环 然后达到止痛的效果 我们选用的血位会是脸部的胃经的血位 因为胃经它是多气多血的 所以藉由胃经的力量来帮你脸部的循环增加 然后再来就是胃经在脸部的循环也很多 包含像这边 层气血 四百血 巨疗血 地藏血 这几只都是很好的血位 然后会再加一个全疗 增加侧边的循环 这样可以增加脸部的气血循环 然后达到治疗的效果 减缓你的三叉神经痛 除了脸部的血位之外 我们也会取手部的颌骨穴 因为颌骨穴它在十种穴里面是面口颌骨瘦 它也可以治疗头面部的疾病之外 它同样也属于阳明经 也是属于多气多血的 所以除了增加循环之外 也可以增加校正体序的部分 让你的气血循环更好 体力恢复得更快 然后整体的治疗加速 我们这样除了针灸治疗之外 回家还可以做血位按摩 那我们可以在从眼睛直下这条 以假想直线上面 在眼下这边 然后跟鼻旁这边 鼻子旁边 还有嘴唇旁边 这三个血位做按摩 那我们血位按摩的话 用指腹就好了 轻柔按压血位之后 顺时钟按压十秒钟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早晚各一次 这样就可以了 三叉神经痛虽然是现代病名 但古代中医早有类似症状的记载 三叉神经痛在古文就有记载 那个曹元方的诸辩原侯论有提到 头面疯者是体虚炎 然后头面部的阳经 为疯血所住也好 所以意思就是说 会有三叉神经痛的症状 在古人的认为观察是说 体质一定要先有虚 那我们头面部的阳经 没有办法有很好的气血循环的时候 风血就容易留住在这边 造成头面部的阳经 由风血所住 所以造成这些症状 所以治疗的方向 我们手中就是要把体虚 给校正回来 所以治疗面向就是 以增加气血的循环 让头面部的阳经的经络 能够顺畅 这样把风血赶出去 这样就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